認識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反吸煙大師 沒錯啦 吃煙是對身體不好的 但我在這裡也有confess一下 我曾經何時都是一個煙物來的 不過當時為了我的肌膚 為了我的肌膚裡面的骨膠原 所以我就決定戒煙了 戒煙 沒錯啦 但你知道人都有脆弱的時候 當你身邊的朋友在吃煙 而你又很想吃 但又不可以吃 因為你吃的皮膚會不漂亮 那怎麼辦呢 今天我會跟大家分享一個 因為當初我介意一個小秘訣 小壁波 就是這個代煙 那我們所需要的材料呢 就有飲筒一支 剪刀一把 卸妝棉一塊 和最重要的薄荷膏一瓶 那首先呢 我們將飲筒 剪成我們所需要的長度 就像一般吃煙的長度 就是這樣 剪刀 沒錯 然後就將我們的洛妝棉呢 這麼大塊 剪成四塊 然後再剪成一半 就是要四分之一 這個硬硬的邊 硬硬的邊 也都剪了它 然後呢 就將我們的薄荷膏 另開蓋 好像擦麵包一樣 擦在我們剛剛剪好的洛妝棉 擦多時這樣 然後呢 就像包春卷 這樣捲起來 看不見到 OK 但千萬不要包得太實 否則會影響我們製成品的 使用的感覺會不同 然後呢 再拿去剛才我們剪的飲筒 把棉花輕輕地塞進去 OK 這樣就完成了 用的時間就是這樣 這樣 其實呢 這些空氣就會經過化妝棉 又會過濾了有薄荷膏 然後你吸進去 就涼涼的 像薄荷煙這樣 這樣是不是很好呢 又不會傷身 對不對 那奉勸各位吃煙的朋友 不要吃煙了 快點戒煙了 像我這樣吧 整支這個substitute 來享受一下 好了 Freddy出場了 又出場了 放心 我這次不是給他吃煙 不用怕了 不用怕了 做吸煙帶子來 拿著拿著拿著 Do not smoke Do not smoke 記得了 各位 哥哥姊姊不要吃煙了 Bye 怎麼這麼無辜呢 Furgy